哈喽大家好 就说一下 理解别人 理解万岁这件事情啊 我的室友是非常能够充分能够体现的 啥吧 他呢 就是 大概是有一次吧 这个事情说了也不是那么好意思说 所以我刚从厕所出来 然后呢 我又跟他说你等会再去 然后这个是吧 我刚从厕所出来 你是不是等会再去 然后 然后呢他就他没等 啊 其实说话的功夫也有那么一小阵了 然后呢 还要去厕所 然后他出来的时候 厕所还是没有什么味道呢 然后从那以后 他就买很多的熏香蜡烛 然后在家里点 啊 他大概是觉得说 我对我的味道是比较敏感的 然后他也注意到其实 嗯 因为他养宠物嘛 所以他家里也是有味道 他就能够 他特别能够从一些小的事情当中去理解别人 然后他去 他能够理解别人在这当中做到做的牺牲和奉献 当然当然其实我是完全没有在这方面没有完全牺牲和奉献的 但是呢 我我们家的味道是可以的 不需要去熏香的 但我非常的觉得他这点非常的可爱 就是他稍微有 他他其实是有一点敏感的 但是呢 他就非常可爱 然后他就买很多熏香的蜡烛 他就怕你觉得 因为他就是觉得说 嗯 你比较在意味道 然后他就是会就很可爱 那还比如说有一次 他的小狗嘛 然后就是因为我不喜欢就是 因为我自己也不喜欢经常对着一扇关着的门 所以那天那个小狗在那的时候 就经常来说我的房门是关着的 因为我不在家啊什么的时候 房门就是关着的 以免就是小猫小狗进来 他再出不去了 我要是没注意的时候 那么那一天的时候呢 我就把小门开开 我的门开开了 然后小狗进来了 小狗进来了之后吧 他就在我这边的这个小店上尿了 嗯 结果那天我就 就晚上就要在那洗洗垫子 很不方便 但也还好 那我室友知道了之后呢 他就 他就是大概是第二天吧 然后就跟我道歉 然后他道歉的理由是他不光是为他的宠物就是尿了我的垫子道歉 而且他为道歉的是就是就是啊 因为他他他说他觉得非常的抱歉 你看你是为了友好你才让小狗进来 结果小狗就做了这样的事情 他能够非常理解你就是你的那一刹那的心情就是对吧 但是你当时我确实是好心让小狗进来 结果小狗把垫子给尿了 我在洗垫子 但是他能够理解这一点 但他理解的不仅是你的辛苦 然后这各种的不便 他更能够愿意去理解你的心情 然后你这个原因 所以啊 在这一点上 他是非常值得我学习的 因为有的时候吧 我也去理解别人 可是呢 我大概能够理解一点原因啊 结果能够理解各种的不便 但是有的时候我不太愿意去理解别人的这个应有上面的心情 所以相较来说 我是要在这一点上就是非常值得我去去学习的 加油